青色的阳光洒在那绿绿青草地上 可爱朋友们在一起 是甜甜美好时光 美丽的花儿在微笑 一朵一朵开发 甜甜的空气中 有我们的歌声快乐的成长 有一座那月 充满童年的梦幻 一座快乐 嗨 欢迎来到草莓乐园 在这里每天都会开心快乐 一座 happy world 每个人都快乐 成一只只飞机 画像其中颜色 像飞在空中的彩虹 一座 happy world 这里充满欢笑 这就是属于我们的草莓乐园 唱首歌 永远永远快乐 喷嚏宠 喷嚏宠 谁最后一个到教室 谁就是小狗 我可不当小狗 我第一名 我第二 小说你第三 去 谁要和你们比 看你们跑得满头大汗的 我可不想和你们一样 我今天早上呀 刚刚涂了新买的花粉面膜呢 最后一名是小狗 我才不是小 阿鸡狗呢 我们没说你是阿鸡狗啊 不是 我是说 阿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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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娘宝宝 你感冒了吧 没 没有 她一定是一个不讲卫生的人 身上长满了喷嚏虫 什么 喷嚏虫 不讲卫生的人 身上就会长喷嚏虫 喷嚏虫会让它不停地打喷嚏 上课吃饭睡觉的时候 就连上厕所的时候 也会不停地打喷嚏 而且还会传染啊 我 不是 阿鸡 我娘 你快出去 不然大伙都会被你传染的 我挺降卫生的 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 我牛宝宝 别难过 我们相信你 我每天都用草莓香皂洗澡 身上挺干净的 喂 你现在不打喷嚏了 呃 是啊 没事了 不行 不能进 我牛 已经不打喷嚏了 它可以进去的 是啊 不行 你看 啊 哈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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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明白啦 我发现一个秘密 喷嚏虫确实不在蜗牛身上 你说在哪里 你们想想 蜗牛的触角像探测器一样敏感 它能够比别人更快地感觉到周围环境的变化 这能说明什么 它在教室里就不停地打喷嚏 在外面就没事 这不能说明问题吗 你是说 说明什么 说明喷嚏虫根本不在蜗牛身上 而是在 教室里 同学们 现在到了我们草莓园生死村王的关头了 不把喷嚏虫消灭干净 我们就连上厕所都要打喷嚏 你们想变成那样吗 那我们今天就要把教室彻底地打扫干净 大家听我指挥 小狼你把所有的桌椅都清洗一遍 要特别注意桌子的背面 喷嚏虫可能会粘在上面 是 小象你把地板扫干净后再拖一遍 然后再扫一遍再拖一遍 特别注意钢琴下面这些死角 扫一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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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到底听清楚了没有啊 好疼啊 好疼啊 总算弄干净了 马马虎虎吧 今天先到这儿 明天继续 我们每天都做一遍卫生 这样坚持一年的话 喷嚏虫就不会再出现了 记住了吗 一年 救命啊 这么晚了 大家怎么还不回家呀 我 我们 我们在消灭喷嚏虫 什么喷嚏虫啊 蜗牛因为感染喷嚏虫 不停地打喷嚏 哎呀 哪有什么喷嚏虫 我送它去医院 医生说它得了花粉过敏症 奇怪 现在这季节哪来的花粉呢 喂 小猪 你今天用的是什么面膜 当然是花粉面膜了 小猪 都是给你 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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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